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个主题里面是从三个方面来讨论阿罗汉的境界 第一个是从禁制以及无声制来说 这两种智慧是相较于有学圣人阿罗汉所特有的 有学圣人并没有这两种智 那么第二个我们讨论阿罗汉境界的一个方向 是从到底阿罗汉是否会退失 从这里来讨论 第三个部分是针对阿罗汉正禁制的时候 是否这个时候顿得未来的三界九地禅定善法 从这个三个方面来讨论 那我们上次已经讲完了禁制无声制 以及阿罗汉是否会退失的问题 我们先将上周所说的做一个简略的复习 在诚实论里面它这个禁制的定义呢 它是从向来讲的 禁一切向 禁是消灭的意思 消灭完全消灭一切向 这个叫做禁制 那这个向呢 在诚实论它有特殊的含义 它这里是指响运所取的甲法向 甲法就是甲明的意思 甲明有两种 第一种叫做因和和甲明 比如说像五蕴构成人呢 人被称为因和和甲明 那第二个呢是法甲明 就是说在这些诸法 法是要素的意思啊 这些法并不见得全部都是死法 像这个五根诚实论说啊 它就是属于甲明 这个叫做法甲明 想说取得甲法相啊 能生烦恼 能产生直我之心 所以这种像啊 有过患 这是诚实论对禁制的解释 禁除一切像 禁除一切想所取的甲法相 禁除一切有过患的像 这个叫做禁制 那刚刚讲说这个像啊 能够产生自我的这种认知 认为有一个我 所以啊 禁了一切像啊 它代表了说啊 我心也永远断除了 那阿罗汉他不会再受生了 所以这个禁制啊 也是指啊 禁未来世的出生 这是阿罗汉的最后生 他不会再受有后生 所以这个禁制也有 禁一切未来世的出生 这样的意味 那无生制呢 它是 也是从这个像的意义来讲 叫做 了之啊 诸相再也不生起了 在慧远大生意章里面 他提到说 禁制跟无生制啊 其实是同体 同一个东西的不同的意义 如果在有部里面啊 它是各有别体啊 而且它是这个前后的一个次第关系 在诚实论里面说 就是在 慧远大生意章 他解释 诚实论的禁制和无生制 说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的意义 同体一分 所以在禁一切相的同时啊 也知道诸相不生啊 那诚实论也有提到说 有学圣人 他为什么说没有禁制跟无生制呢 他虽然也断烦恼啊 可是啊 就是因为他这个断了相啊 相还是会再生起 他仍然还有这种 直我之心啊 所以说有学圣人 他没有禁制和无生制 那刚才讲这个禁制和无生制啊 是在阿罗汉陷关的时候 升起的 那当阿罗汉啊 出关在世俗心的状态的时候啊 那他的这个心理状态又如何呢 当他的心不是在禁定状态的时候啊 他跟我们凡夫不一样 他不会升起以假名为所缘之心 但是阿罗汉的日常语言跟我们一样啊 他也会说我啊 他也会说这个 这个是瓶子啊 这个是我的东西啊 那这是 这是什么意思呢 阿罗汉啊 当他指称这些事物的时候啊 他只是从事物公用的角度来说的 阿罗汉说话 讲到种种的假名啊 包括了我啊 瓶子啊 桌子啊 椅子啊 这个是从事物的功用来讲 他跟凡夫还有有学圣人不一样啊 当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啊 其实都带有一个我啦 都是从我见出发来讲的 那有学圣人呢 他断了我见 可是他仍然有我慢啊 他在讲一些事情的时候啊 他是从我慢的角度来说的 像我们上一周讲到 插摩比丘的故事啊 他这个生病了非常的痛苦啊 他描述他的病况啊 像是被这个大力士啊 用绳子啊 绞住脖子那样子的痛苦啊 像是这个牛啊 被活生生的剖开肚子 取出内脏这样子的痛苦啊 当他在描述这些的时候啊 他是从有一个我慢的角度来讲的 阿罗汉没有以假名为所缘之心 他有 他也会生起呢 色等像 但是啊 没有过患 诚实论说 像有两种 第一种是有过患的 第二种是没有过患的 有过患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去取假髮像 这个会引生烦恼 会生起自我之心 这个有过患 那阿罗汉啊 他 他 生起的这个色等像啊 是不会生起过患 因为他的想已经断除了 这个想啊 就是妄想分别啊 那讲到说这个阿罗汉 断像跟断想 这个是 诚实论不同于有部的地方 有部怎么解释想呢 他说想啊 是取近差别像 他并没有特别从这个假明的这种角度来讲 他是十大地法之一 什么叫做大地法呢 就是在任何的一念心啊 这个想心所都伴随着 有部啊 有部啊他在讲刹那的心心念的构成啊 他说这个是心王夹在的很多的心所一起生起 那夹在哪一些心所啊 要看这个心王是属于什么样的心来决定 那不管他是什么样的心啊 他有特定一定生起的心所 一定夹在的心所 想心所是其中一个 任何一念心 不管善恶无忌 一定有想心所 所以这样子讲的话 阿罗汉他是不断想的 那陈时论呢 我们刚才提到啊 陈时论说啊 这个想啊 是取假法相 我们说这个假法相是有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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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有过患 但佛陀说英语断除 所以啊 阿罗汉断想 这种说法啊 如果我们去配合一部中轮论来看啊 奎基有解释了一部中轮论 那这个他有提到 大众部这个系统啊 在讲到 阿罗汉境界的时候啊 有讲到说啊 阿罗汉啊 不值不取境界相啊 这个跟陈时论所讲的 是意思是一样的 所以陈时论这里的说法 对于这个阿罗汉断想的说法 是受大众部的影响 陈时论的论主 荷里巴摩 他曾经和大众部共住过 所以也可以想象啊 他的学说受到大众部的影响 那再来讲到 禁制和无声制的一个关系 请翻开上次所发讲义的第五页 这里有一个图是有部的解说 有部说这个禁制啊 是由金刚预定或者称为金刚三昧 没有间断的引申出来的 所以前一刹那是金刚三昧 所谓金刚三昧啊 是断除非想非非想处 第九品修获的无间道 那下一刹那 禁制就升起 这个时候啊 就是正阿罗汉果 那禁制啊 他就是断非想非非想处 第九品修获的解脱道 那得禁制的阿罗汉 他分为两种 一种叫施解脱 他要带六种时机 才能够得解脱 有部认为说 这种阿罗汉会退失 所以他第三刹那 他是不会生起无声制的 施解脱阿罗汉会退失 他没有无声制啊 第三刹那可能是禁制 可能是无学政见啊 但是不会是无声制 那第二种不时解脱阿罗汉 这种阿罗汉是立根啊 他不会退失 所以在禁制的下一刹那 就升起无声制 这个是有部对于禁制无声制的一个 关系的解说 但是诚实论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请看下一页 陈诗论里面对于这个 金刚三昧禁制无声制的关系 并没有明说啦 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些蛛丝马迹 和这些 一些当时的这些学者的解释 傳到中国后这些学者的解释 首先是金刚三昧啦 金刚三昧它的功能啊 是能够破除诸相 然后呢接着啊 隐身禁制 慧远大圣一张说 禁制和无声制啊 是同体一分 其实是相同的东西 不同的意义 所以啊这里 我在这里这个图就说 我就画了说 禁制等于无声制啊 这个时候叫做 德阿罗汉道 然后接下来才是 第八解脱灭禁定 在这个时候 色心通通都灭了 这时候称为 德阿罗汉果 或是德有余涅槃 那我们要注意到 这里其实诚实论 它是区分道跟果的 有不没有区分 有不没有区分 阿罗汉道跟阿罗汉果 诚实论区分阿罗汉道 和阿罗汉果 所以我们看这个第二大项 阿罗汉是否会退私 这里 有两种看法 一种主张会退 以有部为代表 主张阿罗汉会退私禅定 退私圣道 退起烦恼 退私圣果 另一种是主张阿罗汉 他不退起烦恼 不退私圣果 但是会退私禅定 至于圣道呢 分别论者认为会退私 有部就直难说 既允许圣道有退 退道和退果有什么差别 而说圣果无退 所以有部他是不去区分道果 那在诚实论里面 如果按照我们刚才这个图表来讲 阿罗汉道是禁制的这个时刻 阿罗汉果是灭禁定这个时刻 他有区分 那再讲到说阿罗汉会退 有部引用了其中一个教证 叫做幽陀耶经 在幽陀耶经里面 社利佛说到说 这个比丘啊 成就界定会啊 他证了灭禁定 可是啊他没有证阿罗汉果 他死后投身到社界 有部要怎么利用这个经文 来证明罗汉有退呢 有部说阿 呃这个人正能灭地 死后还退身到社界里面 这代表阿 他先前 已无漏道所断的社界烦恼阿 又再升起了 有部说阿 要能够正灭禁定阿 他必须把下地的烦恼都断除了 那 呃有部阿 他是可以用禅定来断烦恼 可是呢 诚实论他是不能用禅定来断烦恼的 他只能用无漏道来断除 所以阿这里 有部就用这个 诚实论这一系的说法 说阿 你说用无漏道断烦恼 可是阿 这个人死后生社界了 代表他用无漏道断烦恼阿 这个烦恼又再升起 所以无漏道阿 所得的果是会有退失的 阿罗汉会退 那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说 有部虽然说阿 这个 二果三果四果的圣人会退失 可是阿 这个退是这样子 他退很快就可以再得到 再复得这个果位阿 他如果没有复得果位 他是不会命中的 陈诗论就说阿 那照你这样讲 其实讲来讲去 阿罗汉最终是不退的 就说他一旦正得这个果位 他死的时候 必然是以这个果位的身份命中 就说虽然这里在讲阿罗汉退不退 但是讲到说最后命中的时候 一定是以原本的果位来命中的阿 退失了很快又会再得到 所以终究来讲是不对的 如果 呃 死前没有复得 那就麻烦了 因为终究没有解脱这一回事阿 你得了又退失 呃 退果位 然后命中 然后又轮回 那这样子没有解脱啦 所以必须要设定一个底线阿 所以必须要设定一个底线阿 所以讲来讲去最后是不退啦 然后讲到 呃 得禁制的时候阿 是否正得 是否阿 顿得未来禅定 禅定 禅定我们一般说四禅八定阿 那再加上欲界定 所以是总共九种阿 正禁制的时候阿 所有的未来禅定阿 通通都顿得 有顶定就是非想非非想处定阿 因为非想非非想处字太多了 所以我就简略写 通通都得到未来就是还没有升起喔 正禁制的时候阿 它是不入定的阿 所以阿说 诶 现在不入定 又得未来禅定 这些未来禅定阿 叫做未来法阿 有不说阿 他是 他是有 未来法是有 未来法怎么个有呢 他是有法体 所以称为有 这个已经有的东西阿 被阿罗汉正禁制的时候所得 德 德就是把这个法联系给众生阿 让众生不会失去这个法 叫做德 德 我们再看一下 有不他是怎么怎么说明的 他提出九点理由 第一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 烦恼通通都消灭了 没有什么需要做的 阿罗汉所需要做的 就是受用禅定 受用这个宪法勒 所以在这个时候 顿修未来的三界九地禅定 第二个理由 这时候 舍弃了 以前从没有舍过的 这些种种的烦恼 现在 最初得到了 以前从没有得到的 种种功德 所以能够顿修未来的 这个禅定善法 第三个 他用登基来做比喻 心得自在 登上了自在王位 未来的善法 都来朝贺 第二个 就像国王登基 一切国家 都来朝贺一样 第四个 这个时候 急破了 从前未曾急破的 烦恼怨敌 未来的禅定善法 都前来迎接庆贺 就好像人 急破了敌国的怨敌 回国的时候 一切国人 都前来迎接庆贺 第五个 就像是降伏了 从前没有降伏过的 烦恼力士 未来的这些善法 都共同庆贺赞美 就像大众中 有人能够降伏 未曾降伏的大力士 大家都庆贺赞美 所以三四五的理由 其实是一样的啦 第六个理由 这时候解脱究竟成满 能旁修未来的禅定善法 就像人 引水灌溉 田地 一起满了 就是说一区的田地满了 又流入另外一区 乃至所有的这个田地的水都满了 水就从旁边溢出 流到其他地方 那这个田地通通都满了 这个是比喻解脱 已经究竟成满嘛 那水从旁边溢出 就是在比喻旁修 这个未来的禅定善法 第七个啊 讲到这个 能幸福的烦恼啊 通通都灭了 未来禅定善法 所受的种种幸福 也都断了 得到自在 因此一切 三界顿修 就像 卷布用九条线捆束 卷布就是比喻 未来的三界散法 九条线就是指这个 三界九地烦恼啊 当断第一条 第二条 乃至于八条 断掉的时候啊 卷束是不会散开的 第九条捆线断掉的时候 卷束才散开啊 就说这个束缚通通都散开了 自然能够获得 各位觉得说未来的东西被得到 觉得很奇怪 可是在有部 我刚才已经提过了 有部的学说里面 未来法是有 虽然还没有生起 所谓未生是指他作用没有献起 他的法体已经有了 这个时候 未来的这个 已经有 就是说法体有的这个 已经有体的这个法 被现在这个阿罗汉得到了 第八个理由 无始以来 三界禅定善法都共同厌患 非想非非想处烦恼 虽然用很多方法 而不能断除 现在得以断境 因此顿修未来禅定善法 第九个理由 金刚三妹这个力量很强 一切烦恼都能够通通灭除 金刚三妹所隐身的禁制 也能总得一切解脱 其实这个跟 讲的这个眷术的批育 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就说三界九地的善法 所受的束缚 通通都解开了 所以在得禁制的时候 能够总修未来三界禅定善法 这是有部的理由 因为有部的这种说法 跟我们习惯性的思考很不一样 就是说像刚才这个投影片上面 所画的图 未来还没有升起 就说被得到 有部说这个未来法 他已经有了 有的东西被得到 有什么奇怪 现在不入定 可是他得未来禅定 这种说法 金部他怎么说呢 金部用种子来解释 他说啊 并不是得未来禅定 而是得未来禅定的种子 这样讲我们就懂了嘛 他这样讲我觉得比有部说得好啊 因为有部的说法我们总是觉得怪怪的 你现在不入定 你又说得未来禅定 那金部就是讲 金部的解释说啊 这个时候并非是得到了未来禅定 而是得到了他的潜能啊 这样 总指就是潜事潜能的意思嘛 这样讲我们就可以理解嘛 就说阿罗汉烦恼通通都断了 他如果要修禅定 没有理由不振得啊 是不是这样 阿罗汉啊这个五盖啊 所有的烦恼通通都断除 所以他如果要修禅定的话 他是没有困难的 可是为什么有些阿罗汉没有禅定呢 陈思润解释说啊 因为阿罗汉啊 他热行舍心 舍心就是 不想要急急去做什么事情的心啊 中立平等 不想要去做什么 不想要去经营什么的这样的一个心 所以他一旦 有的阿罗汉他得到 他已经得阿罗汉果 他没有想要进一步再去修禅定 他不会想做 因为所做一半 没有什么好做 他不会想要再修禅定 所以有不把这种 现在不入定 却得未来禅定的说法 陈思润他批评啊 他用个比喻啊 他说 就好像有人宣称说 他知道书的内容啊 可是他不认识一个字 他不认识字 他怎么读书 怎么知道书的内容 所以这个是矛盾的啦 我们请看讲义的第13页 第二段 陈思润否定 未来德或者未来修的主张 未来德就是指这个 未来法在现在被获得 而说为是所修 未来修跟未来德是同样的意思啦 未来法在现在被获得 而说为是所修 陈思润认为有部这些主张没有依据啊 陈思润认为说 唯有习修没有德修 他指出在乱等法乃至于阿罗汉正禁制 一切善法都是习修而来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结论的部分 第二段 陈思润认以禁一切相以及知诸相不生 来解释禁制和无生制 相是想韵所取的假法相 会隐身烦恼 因此需要将相 还有相一起禁除 使他不再生起 当起世俗心的时候 阿罗汉没有以平这些假名为所缘的心 在不定心的时候 虽然会生起色等诸相 但这种相不具妄想分别的成分 不会生起过患 按照大圣一章的解释 陈思润的禁制和无生制 其实是一体两面 不像有不将这两种制 视为别体而有前后的关系 陈思润主张阿罗汉断了烦恼 就不会再生起烦恼 不会因为烦恼再生而退失到果 阿罗汉只会退失禅定而已 曲提比丘六次退失而复得的实解脱 其实只是有学圣人的有肉禅定 而不是阿罗汉的无肉解脱 他的意思是说 曲提比丘 他其实那个时候还只是有学圣人 并没有证阿罗汉 所以阿罗汉不退 主张阿罗汉会退失圣果的有部也同意 证了阿罗汉就不会再受身轮回 就算退失圣果也会很快重新获得 再重新获得圣果以前是不会命中的 一旦证了阿罗汉果不论是否会退 命中时必定以阿罗汉的身份死亡而入无鱼涅槃 诚实论否定未来善法能在现在被行者获得或休息 他反对有部主张阿罗汉正禁止的时候 顿得未来三界九地禅定 诚实论他的意思 一切善法都是依赖每个当下实际去休息而得来 所以这个是这篇论文的结论 那我们接着请看今天所发的讲义 我们刚才所读的这篇文章 是将来我要出版 《诚实论灭三星思想》的第五章 那我们今天所发的是这本书的第三章 第三章再讲假明星的历程 那我从五根开始讲起 诚实论他这个论名是 诚实 诚什么实呢 实是指四地之实 诚实论是要成立四地之实 所以他这个论书的结构就是按照 四圣地苦极灭道来编写的 那诚实论分为五个部分嘛 发聚、苦地聚、极地聚、灭地聚、道地聚 发聚是作为序论 那我们现在要开始讲苦地聚了 在诚实论里面 他讲苦地是以五蕴作为肛要来讲的 但是诚实论一个特别之处 他在讲五蕴的时候 我们一般讲五蕴的次第是 色、受、想、行、事 诚实论里面五蕴的次第不是这样 他是 色、是、想、受、行 诶,为什么用这样的顺序来讲呢? 这样的一个顺序是假明星的历程 先是跟进士嘛 然后呢 产生前五士 然后呢 五士生第六士 第六士之后啊 去取甲法相 想、第六士之后生起想去取甲法相 那取 如果是取可异相呢 就会生起寿 生起喜寿 然后喜寿呢 会生起这个贪 贪就是属于行韵 那如果取的是不可异相呢 就会生起幽寿 幽寿呢 就会生起撑 这个是属于行韵 那如果取的是这个储中之相呢 那就生起舍寿 舍寿它会引起吃 这个是属于行韵 所以呢 假明星的历程啊 就是从色、是、享、受、行 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在经论里面都是念 色、受、享、行、是 这是代表什么样的 这是什么样的意义呢 从什么样的角度来说 色、受、享、行、是 这样的一个次第 有部是这样解释啊 色、受、享、行、是 是随着粗细来讲的 色是最粗的 色、受、享、行、是 色、受、享、行、是 是最粗的 色、最初 然后再来其次的是受 再其次的是想 再其次的是行 再来最后是是 色、受、享、行、是 是从最初讲到最细 从最初弦讲到最细 细、细、影的部分 第二种解释呢 叫做 水染污赤地 他说这个受啊 是 艾卓之处 那受呢 是 因为 就是为什么我们会 艾卓这个色 是因为 丹于这个热受 我们会 艾卓色啊 是因为有热受啊 那为什么我们会 丹卓这个热受呢 是因为我们颠倒祥 倒想啊 倒想啊 故丹寿 丹寿 丹导想啊 把不静的当成是静的 那我们为什么会 倒想呢 是因为烦恼的缘故 那我们为什么会有烦恼 是因为 由于有事啊 异于事啊 才会生烦恼 第三种解释啊 叫做 随气赤地 他说这个色啊 就好像是器皿 用来装食物啊 让人来享用啊 让人来享用啊 瘦 瘦 瘦是食物 热瘦啊 想是调味料 对啊 颠倒想不静当成静嘛 所以想让你单着在这个热寿上面 行是厨师啊 行是厨师啊 厨师 他其实是在讲烦恼 烦恼有所造作 厨师煮菜嘛 那就是烦恼来煮啊 是啊 就是吃饭的人啊 食客 陈时润在讲设法的时候 他是分三个部分来讲 先讲四大 再来讲五根 再来讲五境 那 呃 我在 讲这个色的时候啊 我是直接从中间的五根开始讲起 那我讲完五根呢 我直接就跳到 是 再来讲受 再来讲想 再来讲行 最后呢 我这个假明星的历程讲完之后啊 我再 回过头来讲四大跟五根 那 陈时润在讲五根呢 他又分几个主题来讲 他说五根是假明 第二个呢 五根所含四大均等 五根都是由四大所组成 那五根里面所含的四大的比例是 都是一样的 所以他要批评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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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破 聖论外道 聖论外道 他说这个 五根他都有含四大 但是特定的根呢 他所含的其中一种大 会比较多 就是比例不是均等的 然后呢 他要破素论外道 叫做一根一大 就是说五根只有各具一大 不是具四大 他要批评这两种说法 然后呢 第三个他要讨论 这个 到底是是能知还是根能知 诚实论主张是知 第四个呢 他要讨论 根境道不到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眼睛 看这个物体呢 是不是我们眼睛中 有这个光啊 从眼根 就是说眼睛有光啊 飞到这个物体上面啊 这个叫根境道不到 或者说我们鼻子闻到香味 这个香味有没有来到我们的根门 所以在五根的部分 有分为这四个主题 第一个根是不是甲鸣 第二个五根所含的四大 他的比例是如何 第三个到底是是能知 还是根能知 第四个呢 是讨论根境之间道不到的问题 首先来看五根是甲鸣 五根由四大构成 一般认为四大已经是理性的 性上不能再分析的极为 但是诚实润却主张四大是由四成 色香味处所生 所以仍然可以被分析 不具实在性 这样的看法被认为是受到 婆罗门哲学素润派的影响 苏伦派认为 从五成加上多了一个生 在从五成啊色生香味处 生地水火风空 这个这样是谁提出来的呢 我们看注意 这个是亏姬他讲的 亏姬说啊 诚实润诗叫做狮子咒 狮子咒就是 喝梨拔膜这个音译的意思啊 喝梨就是狮子 拔膜就是盔甲的意思 他本来在素润法中出家 我们以前介绍喝梨拔膜的时候 有说过他是婆罗门种姓 但是在以前的记载里面 并没有说他是在 因为婆罗门哲学有六派嘛 并没有讲到他是哪一派 那这里亏姬说啊 他是在素润法中出家啊 所以成立这个素润法的 这个法义啊 就是四乘乘四大乘五根 那素润派还有多讲了这个生 还有空 至于成实润是否真的如窥姬所讲 是受到素润外道的影响 这个以后我们再讨论 总之呢 成实润它说明五根的构成程序 是从四层色香味处 生成这个地水火风四大 由四大乘五根 和佛教一般的说法并不同 那五根从四大所成 它是一个合合物 所以是假名 这种五根假名的说法 和有部五根石油的主张也是不相同的 有部的五根虽然是四大所造 然而由于四大彼此不相离 现实上并没有单独存在的地水火风 或者说尖湿暖洞 因此四大所合合成的五根 便成为所造的极为 所以有部说这五根是石油 对于有部将四大合合的五根 产生成为石油 诚实润采用以下的思考方式来批判 凡是纵原合合的事物 与它的构成要素之间 是不一不易的关系 不一是指合合后的事物 另外有自己的名称和作用 所以不同于它的构成要素 不易则是强调 合合事物不能脱离它的构成要素 所以也不能拥有自己的独立体性 有部着重在五根与四大不一的层面上 回避了不易的问题 进一步认为五根与四大各有体性 诚实润则秉持五根与四大不一不易的见解 而特别注重五根不义四大 这个构成要素和合合物之间不一不义的关系 各位应该我们以前上课有讲过吗 这个我和五蕴是什么关系 我是有五蕴构成啊 我跟五蕴的关系就是不一不易嘛 这个我能够离开五蕴吗不能嘛 我不是离开五蕴之外另外有一个我 所以我不离五蕴啊 这个我是不能离开五蕴而有 所以说他不一 那我啊是一啊 五蕴啊是五 所以啊不一 在诚实论里面这个五蕴是死法 我是假名 那各位还记得吗 独子部他有个特殊的学说啊 他说他成立这个非疾运非离运的我 然后是死友的不可说我 这个我是死友 然后又跟五蕴之间是不一不易的关系 陈诗诚批评说啊 死法跟死法之间不可能有不一不易的关系啊 各位还记得吗 死法跟死法之间啊 要嘛是同一要嘛就是相义 不可能不一不易啊 因为死法有他自己的特殊的性质 死法有志向有志性 所以要嘛是相同的 要嘛是不同的 不可能是不一不易 那诚实论他怎么去论述五蕴是假名呢 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点 这个眼根是怎么来的 因为业的因缘啊 所以四大乘五根 所以五根不易四大 这个意思是说啊 五根是和和物 不离四大而有 因此不易四大 第二点啊 是根据这个经文 佛陀分别眼根说 眼肉团中啊 所有的肩和一肩叫做地种 肩就是这个肩性的东西 一肩就是依于肩性的东西啊 根据这个经文知道五根即是四大 因为佛陀啊 他只分别坚施暖洞 他没有去分别眼啊 佛陀想要使人知道眼空 因此才这样子说 如果五根不及四大的话 眼中应该另外有坚施暖洞 如果坚施暖洞中另外有眼 分别坚施暖洞 就没有任何益处 因此五根不易四大 他这个这段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在经里面 佛陀是这样讲的 在经里面啊 讲到说 眼肉团里面啊 这个肩和一肩就是地 眼肉团里面这些 这些潮湿的成分就是水 眼肉团里面啊 这些暖热的成分就是火 眼肉团里面啊 这些轻或者洞的 这些成分就是风 耳鼻舌生意也是如此 所以讲到这个眼里面 就是地水火风啊 耳里面也就是地水火风啊 所以说这个五根就是四大 那五根就是四大的话 就是说这个五根啊 他是没有实性的 就说佛陀在经里面啊 他在讲五根的时候啊 他都是把它分别为尖湿暖洞 所以他说这个 陈时论根据这个佛陀 这样子讲 他说那其实眼根就 就不过就是四大而已啊 五根不过就是四大而已 不然佛陀为什么不再说 讲完四大之后 为什么又不再去特别分别 这个眼耳鼻舌声音 为什么只做四大的分别 不做五根的分别 所以说这个五根不异于四大 再来看第三个理由 是根据六种经来说的 六种经就是中阿韩经 第162经的叫做分别六阶经 六种就是指地水火风空氏 这六大种啊 在经文里面讲到说这个六大种是人啊 就是说六大种啊 构成人的意思 如果五根异于四大 那么五根啊 就不说成是合合成人的因缘 然而实际上五根也是合合成人的因缘 经中只说六大种中假名为人 因此知道五根不异四大 那这一段是什么意思呢 我在白板上说明一下 经中说啊 人就是六大 六大合合嘛 六大里面啊 就是地水火风是属于物质的成分啊 那在其他的经里面也讲过说 人是由五蕴合合而成嘛 那这个色啊 色受想行事 这个色啊 这边是指五根嘛 所以如果你把这两个经文来对照的话 这个色法的部分啊 五根就是四大 佛陀说眼是因四大所成之色 不可见有对 这里讲眼不可见啊 就是说这里讲的这个眼并不是指漏团 漏团的这个眼啊 有对 对是什么意思呢 障碍的意思 所以有对啊 代表两方面 第一个是指啊 这个它是有直爱的 占有空间 第二个啊 它是被对境所居爱 就说眼啊 它是被色所居爱 它只能见色 它不能对身等等起作用 所以对是指障碍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是指有直爱 第二个是被对境所居爱 所以不能对其他的产生作用 陈时论根据经文啊 说 由此之道五根不义四大 法如果有实体 就不是由原因所合合而成 就说实法啊 它是不可以再分析的啊 如果是由这个很多要素构成的 这个叫做假明 陈时论意在表示 五根是假明 而不是如有部所说的是实法 第五 佛陀在很多经中分别四大 已显示五根空 例如在屠牛玉中 屠夫将牛肢解为四部分 而见这是脚 这是心 这是肢解 这是头 同样的比丘观察 置身有地水火风四大 在相机欲经中 也将身体分析为四大来观察 这些经文都分别四大 而没有分别五根 如果另外有异于四大的五根 这个经中会再加以分别 却没有分别 代表说并没有这样的五根 陈时论根据上述五点 证明五根并不是别欲于能造四大而拥有字体 五根是假名 有部他反驳说五根和四大是相异的 因为第一点 五根是属于眼处耳处鼻处蛇处深处所色 四大是处处所色 四大是属于色身相味处 这个第五个处所色 第二个五根是属于内处 四大是属于外处 像掩耳鼻舌身 这个是属于 还有加上意是内溜处 外溜处是色身相味处法 刚刚讲到说这个四大是属于处 所以是属于外 第三点眼是五根是属于根 四大不是根 第四个五根是所造色 四大并非如此 根据这四点可知五根不及是四大 接着我们看第四页 陈时论回答说 从业所生的四大 为五根所设 也称为内处 也称为根 就是说这个四大是属于五根的 所以称内处或称为根没有问题 并且四大即是所造就的五根 就像轮子等构成车子 轮子即是车子一样 针对陈时论的说法 大胜一章有解释 这是表明五根由四大所成 在五根之外并没有四大 就好像人有五蕴所成 在人之外并没有五蕴一样 陈时论说五根是假名 对于这个他的原因 也就是四大 是不能说两者相议的 那有部说 你也不能说两者是相同的 陈时论就解释说 在四大造就中 假例名称为五根 并不是直接将四大说为五根 所以我把两者的差异 做了一个表格来显示 有部是从相议来解释 那陈时论是强调不义 五根他相议于四大 所以他被说为是死法 陈时论说五根不义四大 所以是假名有 再来看五根中所含四大的比例 陈时论是主张四大均等 陈时论主张五根中所含四大比例均等 并没有特定感官 并没有特定感官具有较多特定大种的情况 那么为什么有的感官能够建设 有的不能呢 陈时论解释说 从业生起属于眼的四大 其势力能够建设 其余四根也是如此 进一步问 如果五根从业所生 所含四大都均等 为什么不以同一个感官 骗之色身相畏处呢 陈时论回答说 产生五根的业有五种差别 有的业能成为剑的因缘 例如布施灯竹获得明目的眼根报 由于业差别的缘故 因此五根的势力有差别 所以他这里的意思是说 五根的构造 所含的四大比例都是一样 为什么它的功能有差别呢 陈时论说是因为业的缘故 业有差别 反对者他就这样子问案 他说 如果五根的不同势力是业力 那么何须凭借五根 只因一重业力 势就能够取外境 陈时论他回答说 根据现实所见 五根则势不生 例如盲者不能见 龙者不能听闻 这是因为眼势和耳势的因缘 也就是根没有作用 所以刚才这个所说不成为责难 所以我把这一段再稍微提示一下 它的重点 五根由四大所成 所含的四大比例是一样的 没有哪一大比较多 要怎么样解释五根的作用不同 这个是因为它的业不同 针对陈时论的说法 就产生这样的一个质疑 如果说把这个作用的不同 归诸于业的话 业力就能够使人 能够见蚊、绣、肠、处 那就不需要五根了 陈时论回答说 没有根就不会生起事 他举了盲人的例子 盲人眼根缺损 所以他不生起眼事 接下来我们看 五根他是地水火风所造 没有讲到空大 为什么呢 陈时论反对有所谓空大 他的理由是什么叫做大 骗及一切才叫做大 虚空是无色法 他不是色法是无色的 无色法没有形象 没有形象不占空间 不占空间不能称为大 他不占空间哪有所谓大跟小 这是陈时论的解释 虚空是无色 无色不占空间不称为大 接下来他要对两个外道的说法提出批判 那这个我们等下一周上课再讲 那在下一周上课呢 把这份讲义讲完 那针对这个讲义内容所提到的经文呢 我们也会一起阅读 那我们今天上课上到这里 请各位将上课升起的任何功德做一回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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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